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参加地头虫的网上课程 接下来今天这一堂会讲到资料搜集 之前在访谈那一课就提到 在准备访谈大纲之前 第一个步骤就是做资料搜集 在研究当中,资料搜集是很重要的 可以让我们快速、掌握、研究主题的状况 以及已经知道的内容 已经被人发掘出来的内容 首先我们会简介透过二手资料做的资料搜集和原则 然后会跟大家介绍有用的搜寻工具和网站 最后当然不少得实践的小集作 首先为大家介绍二手资料 二手资料就不是就是二手车二手楼 不是被人用过的意思 而是指间接拿到别人所整理的资料 例如人用政府开放资料 这些资料可能是为了特定的问题或研究去搜集的 例如一些政府、企业的研究报告 这些常见的资料包括政府机构的统计资料 专业学会、媒体、学术机构 以及行销研究机构的产业报告、调查报告、研究报告等等 不过二手资料通常都有一定的限制 例如不同机构搜集回来的资料是没办法做比较的 换句话说 资料搜集不会采取统一的基础 又或者收集目的跟你所构上的不一样 有时明明研究差不多的东西 不同立场的政党或者组织 研究出来的结果却很不同 所以当找到一份你觉得有用资料的时候 你都可以了解一下这份二手资料的背景是什么呢? 它是用什么方法来收集这些资料的呢? 相信正在看影片的各位 或多或少都有搜寻的经验 承接之前提到的内容 想跟大家讲一下找资料的一个重要原则 那个就是要判断资料是不是可信 怎样可以判断这些网络的资讯呢? 首先可以看它的网域 也就是留意上面一个网址的结尾 如果是.gov 也就是政府单位的网站 所以通常会有政府认可的资料 .org 就是一些组织网站 .edu 就是教育类型的网站 所以通常会有比较有质素的资料 .com 就是商业类的网站 通常有目的来提供资料的 另外也可以确认这个网站的赞助者 从网站的关于我 就是about us 或者组织 .mission 来看网站的赞助者 就可以了解到发布网站的目的和动机了 然后也要确认作者 你上网可以找到这个网页作者的名字 是谁写的呢? 是不是专家呢? 有没有他的简介呢? 那就间接证实了这个作者存在和他的可信度了 第四就是关于资讯的时效 这个网站是什么时候建构出来? 是不是有更新呢? 留意网站底端和标题的资讯发布时间和修改时间 如果是旧的资讯 那就要想想 随着时间的发展 内容会不会都已经变得不准确了? 然后就是评估的准确性 看看有没有错字 这个网页的资讯是否太过戏剧化 有没有煽动性 不合理和错误的描述 如果在内容农场有大量的转载内容和夸张的标题 那这些网站的目的 是为了想要得到高浏览率 赚广告费 所以是不会为内容负责的 只要是人 其实都会有机会出错 即使出处是政府 或者是可信性高的传媒 可靠的机构等等 都有机会会误发信息 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的资讯 都可以抱着怀疑的态度 只要多看几个方面 一来可以分真假 二来都可以更全面了解 那就不会人云亦云 好 自拍下来会正式介绍搜寻的方法 网上有淋淋种种的浏览器 估论你习惯用哪个 最常用的方式都是用关键词来搜索 关键词就好像一个滚雪球的工具 只要你找到一个字 然后你会发现一连串相关的内容 又或者你可能从一堆有用的内容当中 你会发现到可能相关的关键词 那我们可以找些什么类型的关键词呢 例如我们接下来会去北角做研究 你可以看看北角的历史 北角的人口结构 或者春阳街的发展等等 笔记里面提供了有关提高搜索效率的小提示 时间关系在影片里面就不多说了 通常我们使用最多的浏览器就是Google 而里面也有不同的搜寻功能 所以接下来会为大家简介一下 Google当中有一个叫Google图片搜索 如果想要找只是和图片有关的结果 那就可以在Google图片里面搜索难度输入关键词 或者一个词组 例如当你输入北角 所以显示的结果就是关于北角的图片资料了 另外你也可以上载图片去找相似的图片 或者去找其他相关的图片 另外就有Google学术搜索 Google Scholar 同样地如果想要找一些学术资料 只需要在Google的学术搜索栏里面 去输入关键词和词组就可以了 这个Google学术搜索 就会自动列出所有含有之前内容的文献 此外也可以直接去输入作者的名字 就可以直接找到那个作者的文章了 另外也有Google News 这个就是可以帮我们去搜索大量的 最新新闻和头条的新闻网站 此外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历史的新闻资料 时间可以追索到两个世纪之前 大家就可以在里面找到一些二手 或者经过整理的三手资料 另外跟我们这个研究相关的 当然也有Google Map 大家可能对Google Map也很熟 在研究一个地方上面其实也很有用 Google Map的街景模式 就可以让我们即时看到街头的各种实际画面 让我们坐在家就可以知道目的地生成点 甚至可以无疑地走一次 除了Google之外 我们可以在哪里找到资料呢 说到找资料 其实我们要知道目的是为了什么 你才可以找到相应的资料 以着我们今次要做的研究为例子 社区属于每一个市民 而我们每一个都是持份者 所以其实不是单靠政府和相关的机构 去为我们的社区作出规划 有时候如果我们要去表达诉求 也要懂得找证据去支持 所以我们就整合了一个介绍不同网站的清单 但今天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会在这里介绍几个 首先有一系列和政府相关的政府官方网站 例如geoinfo.map 也就是地理资讯地图 这个地图就是由香港政府为公众提供 里面整合了地政总署不同的政府部门 网站里面也有不同的地理空间讯息 大家可以知道地理位置、建筑、自然环境等等 而它最独特的地方就是可以提供到一些实用的地图工具 就像最近这段期间 我们没有办法实地去到一个地方里面 去做一些量度、考察等等 但透过这个地图 我们可以在上面画图 可以去量度 这个地图就提供了这一系列的工具 此外如果你想去看一些土地用途 就可以去到法定规划综合网站 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些地图资料、档案等等 所以如果你想要专门去查阅一些土地文件 就可以去到这个网站看 除此之外 你也可能想看一些土地规划的文件 查询方法、开放数据 你可以去规划署 或者你想看一些关于重建、流域修复、保育活化 你可以去市区重建局 或者你可能想看一些古物、古迹 你就可以去古物、古迹办事处 除了刚刚说过的官方网站之外 如果你想找和土地相关的资料 也有不同的民间网站 例如Gulu 这个字的意思其实就是广东话的古佬 不过它是一个全英文的网站 里面有超过3万份有关构香港的资料 是非常丰富的历史资料库 你可以尝试用它顶部的搜索框 或者你可以去找里面的旧相 用旧相对比现在的一个地点 你可能就可以在旧地图里面 寻找到以往的社区面貌 如果你想综合性地去看一整个区域的资讯 中原地图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你在里面就可以看到地震总署、培七署所提供的数码地图 另外也有与土地注册处同步的楼市交易记录 除了与政府机构合作之外 里面也有其他的地道资讯 例如巴士站、餐厅资讯 甚至交游景点、历史掌故等等的资料都有 所以一整个地区的资讯 土地资讯都可以在里面看到 而不同的Facebook群组 都是一个不错的资讯平台 有关土地、城市、地方、历史等资料 有些有心人都会不定期更新 例如刚提到的Gulu、Walk in Hong Kong等等 所以大家就可以输入关键字 来尋找有兴趣的群组 除了一系列土地资讯的网站之外 如果你想寻一些原始资料 去自行挑选或分析个别探究项目资料 那你就可以去到比较详尽的香港政府统计署 因为统计署经常会进行不少的问卷调查 例如全港的人口普查 和劳工就业、社会民生、医疗教育物价等等的调查报告 统计数字都可以在统计署的网页里找到 里面也提供到给公众免费下载的资料 除了统计署之外 也有资料一线通 这是一个公共资料网站 整合了各个政府部门的资料数据 除了官方资料之外 在非官方统计资料方面 其实也有不少的民间团体、国际组织 会根据他们的发展需要和性质 去采集资料数据、赞写研究报告、发布调查结果 而这些资料就可以去到统织网站里看到 在本地方面 有不少政党、公会组织、社会服务团体 去为本地民生议题进行调查研究 并且向公众发布研究结果 出版详细的调查报告 其中有些是倡议政策的团体 他们当中也会发表一些和城市政策有关的研究 看了这么多资料 那要怎样整理这些资料好呢? 今天很简单地介绍一下 一些手机实用的北纪APP 分别是苹果电话或Android 都可以下载的Evernote、OneNote、Google Keep 很简单地介绍一下 大家可以随着习惯 请问一下喜欢谁来选择 Evernote的介绍很简单 可以随时加一些照片、图片、录音都可以 在北纪里面也有不同的记事功能 例如你可以加个Tag 你可以把它分类 打一些关键词进去 或者可以分成不同的北纪宝 所以你要找回资料的时候 就很容易了 另外,Microsoft出的OneNote 它跟Evernote很相似 但它有多个优势 就是用惯Office介绍 例如Word、Excel等等 你就会觉得用OneNote更加顺手 因为它有一个工具列 就是跟其他Office的软件都有 另外,Google出的Google Keep 就比较简单 它就像Memo指便利贴 所以管理、记录一些琐碎的事情 都很方便 同样可以插入图片、影音 还有它有一个特别之处 就是它介面 它可以教不同颜色 就像做不同颜色的Memo指 那你就可以用这东西 来分类 也可以随意移动便利贴 去安排它的优先顺序 如果你觉得这三个 要下载不太方便 你手机里面 其实都有不同的北纪APP 最主要就是你觉得哪一个方便 你可以马上去记下你所找到的资料 在网上也可以直接复制网站的连结 然后放在北纪上 之后就可以很快地找回 另外也有一个传统的方法 就是把它手写下 很多人都会认为这是更好的方法 因为可以加深印象 另外也有一个很快捷的方法 就是萤幕截图 你可以复制下手机、iPad 里面看的网站和资料 这也不失为一个好的方法 在北纪里面 就附录了不同电话型号的截图方法 到时当你见到一些有用的资料 按一下键就可以把资料 照片全部都记下了 相信大家只要试多几次 就可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北纪方法 好了,今天的分享差不多到尾声 看完这个影片之后 想必大家都会深沥沥想要搜寻一下 今次的小集作 就是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 去找有关北纪的资料 无论是土地资料、历史、统计数据、社区设施、娱乐设施等等 都可以 期待大家到时面对面的时候 去参加活动的时候 可以更加有实体感感感受北纪 再一次多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最后一次的直播、网上课程 会在6月6日早上9点在网上直播 到时大家要继续支持 如果到时没有时间都可以翻看又翻看 多谢大家